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一款 迷你的小主机 硬库R1 由于它这个外形非常的新颖 就被不少的小伙伴犯了牌子 由于它是第一代的产品 当然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比如说外观比较粗糙 包括风扇的声音太响了 尤其是在安静的房间 晚上的时候尤为明显 那么它整个的散热的风道的设计 也不是很理想 设备内部的走线就跟我们又说了 经常会被卡住 尤其是菊花底 非常让人接受不了 你忍得了吗 那么这波前两天的开发者 终于给我寄来他们家的一个新产品 那么这期视频 就借着金水的淘宝店上线之际 给大家简单的再了解一下 这款修正之后的硬库而已 究竟有哪些改变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秘道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这次的R1修正主要围着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它的外观的ID 另外一个就是主要它散热的部分 首先咱们先说外观 由于已经经过了第一阶段的量产 Io接口的部分比之前对的更加的准确了 整体外壳的手感也比原来的这款摸起来要舒服的不少 电源的按键从原来的圆形变成了现在的方形 整体看起来它的设计语言更加统一了 说实话我更喜欢原来这种圆圆的效果 接下来是它顶盖的插入的胶套 它安装的孔位终于已经去掉了 现在看起来美光很多了 也简洁了很多 顶盖他们也出了一个全部铝合金的版本 但是这个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金水暂时没有拿到 有了全铝的会对MIME的散热更加的友好 他们这次为了更好的散热 也修改了风道 从原来的单侧出风改成了双侧出风 而且这次为了换更大的散热鳍片 还增加了风道出孔的高度 为了配合新的风扇 底部的进风口终于不再是菊花了 第二个咱们就要说说它的风扇了 新一版的R1由原来的普通风扇 升级成了滚珠的静音风扇 散热片的面积也比原来大了不少 从原本的单向出风快展成现在的双向出风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之前散热不足的问题 在释放22度的情况下 长时间待机机身的表面温度 也可以稳定在40度左右 由于这次更新的风扇 噪音也比之前有明显的下降 就算是相对安静的空间 距离一米左右 基本上就已经听不到风扇的声音了 整体比较下来 大家都应该很明显能感受到 新的风扇要比旧版的风扇安静了不少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测试的部分 就这次拿到的还是跟上一版一样的N6005 16级的内存并没有硬盘 而它之前的旧版的机器 包括新版的机器都是有温度强的 所以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分别测试了两遍 一遍是解除温度强的 另外一遍是未解除温度强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Windows下的温度表现 鲁大师CPU得分135794分 总分350725分 CPUZ单线程得分306分 多线程得分1153分 SSD下载1549Mbps 上传658Mbps 经级版制5 单线程得分690分 多线程得分2021分 CPUMac单线程得分1750分 多线程得分4249分 单烤FPU核心频率稳定在2.5GHz CPU核心温度最高75度 单烤FPU核心频率稳定在2.8GHz CPU核心温度最高可以到100摄氏度 功耗的最高在26W左右 我们又测试了本地VB9的视频播放 CPU最高使用率在50%左右 同样的视频流媒体测试 CPU使用率在45%左右 游戏的部分Ether已经做过了 我在这就不再啰嗦了 大家可以看到 游戏上还是有几帧的进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解除功耗墙之后 再加上散热比之前强了不少 整体的性能还是有些许的提升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加密算法的表现 首先是AES 43068分 接下来是XX20 222342分 最后是Chromemark 81770分 CPU功耗在20W左右 CPU的核心温度最高75度 机身的表面温度也会在40度左右 解除温度墙之后 Chromemark的得分91659分 CPU的功耗最高可以达到28W CPU核心的温度可以直接飙到100度左右 机身的温度这个时候也可以控制在44度左右 这个设备出厂自带PVE的系统下 新的风扇要比旧的风扇温度下降了非常明显 不论是在待机还是在满负载的情况下都可以从容的面对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OpenWRT上用加解密的算法 那是不是解除温度墙呢 其实区别并不大 如果你只是单作为软路由来使用 或者是比较介意功耗的 那这些小伙伴呢 可以大可不必解除功耗墙呢 这样呢 小伙伴就可以把它放心的放到配电柜 或者其他狭小的密闭空间里 那你不用担心它会过热了 好 总结 这次硬库R1的 这不能算是升级 只能算是补完 那它比之前的这个版本 看起来要更完善了很多 不管是从散热 还是从做工 那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 对我来说一个成品的标准 那硬库R1这个产品呢 也会在金水的淘宝小店进行上架 那么为了庆祝我的小店开张呢 金水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拨福利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领取100元的优惠券 你就可以用最低899块钱的价格 买到硬库R1 那么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我的小店看一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给个三列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也非常欢迎小伙伴们 欢迎我的淘宝小店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